我們一般都不會評論一些揣測性的報導 事實上這四個多月這些揣測性的報導 無論是針對特區政府或者我針對我本人都不少 但是我留意到國家外交部有作出一個澄清 透過外交部的發言人澄清了 這是一個別有用心的謠言 中央政府一直以來都是支持我本人作為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 依法來處理這次暴力事件 四個多月前是這個立場 今日仍然是這個立場